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第一印象 这个想法基本是没有错的 但错就错在你们的行为上 大家在刚见面的时候 都会用很客气很礼貌的方式和女生进行聊天 但是这样女生反而会觉得有些尴尬 如果你们本身就认识 那么你们还用对待初时期的女生的方式去对待她 那么这样你之前的操作岂不是全都归零 又要和她重新开始了吗 所以我们在和女生刚见面的时候 要表现出和这个女生已经很熟了 是老朋友见面的状态 来和女生进行互动 自然会拉近你们的关系 你们约在街上见面 你就可以很随意地和女生说 来了 我们走吧 用这样的方式直接带领女生去你们要约会的地点 又或者你们是在某一个地方 你们约在了某一个地点 比如说咖啡厅 这个时候你可以跟她简单地打个招呼 然后简单地介绍一下 你点了些什么 再问一下什么 再问一下对方需要再补充一些什么 或者对方有没有什么忌口 有什么不喜欢吃或者不能吃的东西 用这些方式 因为那样的话浪费了我们之前积累的情绪 而且也浪费了太多时间 除此之外 我们还可以避免尴尬的情绪 让女生觉得你确确实实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 能够让自己有一个一致性 而不是说我们从最开始就礼貌 让她觉得我们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人 第二点 注意事项 我们约会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一定一定不要迟到 这样会给女生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相信我们也不想刚见面就马上减掉三四分嘛 但是也不要过早地到达约会地点 这样给女生内疚的感觉也是非常不好的 那么如果你特别早的到达了约会地点 或者女生迟到了 我们一定不要去打电话催促女生 或者等到女生见面之后再去埋怨她 这样都会让女生觉得我们表里不一 我们不够绅士 我们对女生有点没太有耐心 都会是我们的减分项 那么我们可以给她制造我们还没到的感觉 然后等女生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再突然出现 给她一些小惊喜 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 进行一个简单的踩点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准备好的约会的地点 时间是不是OK 是不是开门 是不是有座位 等等这样的信息 那么等女生到了之后 我们再带女生去我们已经准备好的约会的地点 这样也可以避免我们前面讲到的 让女生尴尬的情绪 接下来第二点 我们要表现得很绅士 我们在见面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些小的细节 追女生这件事 用细节决定承办 一点也不过分 相比男生 女生更加注重细节 因为他们会觉得 通过细节才能了解你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 你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么我们需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些操作 比如我们在和女生走路的时候 尽可能的让女生走在马路内侧 因为外侧有车 内侧比较安全 如果女生已经在外侧了 我们可以轻扶她一下 然后绕到她的外侧 她也会在意 因为女生一般都会在意这些小细节 她看到之后肯定会明白你是有什么样的想法 并且在心里给你加一份 再或者过马路的时候 我们走在有车的一侧 走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再换到另外一边 有车的一侧 那么这些小细节都是可以在女生的印象里 给我们加分的加分项 表现身世风度有很多地方 那么接下来 我将通过一些小例子告诉大家具体应该怎么做 当我们走到餐厅门口的时候 我们应该身世的替女生拉开门 请女生进去 之后我们再进来 当我们走进餐厅 走到餐桌前的时候 我们应该替女生身世的拉开椅子 请女生坐下 之后呢 我们再坐回自己的位置上 当我们坐下之后呢 我们可以喊服务员 让她递给我们菜单 同时把菜单递给女生 这时候女生对我说 我没来过 我们点吧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意点菜了 当然前提是 我们先问一下女生的忌口 我不喝冰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点餐 同时给女生推荐 你看这个我之前喝过来做错 可以试一下 可以啊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互动了 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 如果你们还是不明白 可以去看一看 那些欧美的电影 或者电视剧 就比如 大西洋帝国 泰坦尼克号 傲慢与偏见 孤星血泪 里面都有一些镜头 能够有效地帮助你 男生应该做一些 什么样的事情 能够体现你绅士的一面 那么第三点 展示价值的细节 约会的时候 你们大多数的时间 是坐着互动的 甚至是面对面的坐着 那么别小看一只坐着 坐着也能够体现出一些细微的地方 一个简单的坐思 能够充分地体现出 你对女生的需求 到底有多么的强烈 以及你潜在的价值 那么坐着约会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 以下几点 首先 坐着的时候 不要抖腿 不要翘二郎腿 不要夹紧双腿 这些都是不文明 和不自信的表现 正常的做法 是双腿岔开 可以参考下普京的坐姿 第二点 双手不要抱在胸前 这样给人感觉 你的防备心比较强 尽可能地随意放置 不要太过拘谨 第三点 身体不要一直前倾 这样给女生的感觉 你对她的需求很强烈 在你说话的时候 可以前倾 在女生说话的时候 或者在女生说话 你聆听的时候 身体尽可能地向后眼 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 在说话的时候 眼神不要四处瞟 盯住一处 最自信的表现 是看着女生的眼睛 或者我们聊到一个 比较感性的话题的时候 我们可以盯着桌面 这些都是一些 视觉上 眼神上的小细节 再之后 一定要注意 说话的时候 不要喷出口水 这个非常惹人讨厌 尤其是 如果你说话的时候 喷到女生的脸上 或者身上 这个也是很尴尬的 最后 不要有过多的小动作 肢体动作 一定要大气 如果你的肢体动作 太过小夹子气 也会让女生 觉得你这个人 不够man 而有点闷 以上的内容 就是我们在 初次和女生 见面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关于更多约会的内容 我们将在 之后的视频里 详细地讲解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